你要来找儿童剧的演出运营 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身一直在从事教育这个行业 做了五年了 但是近几年一些政策的调整 这一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做了 那在今年的六月份 带完最后一批学生 我就没有做这个行了 我退了这一行之后 和我的朋友就是一起做了儿童剧这一回 比如说像刚刚凯奇 他做的儿童科学秀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还有其他的儿童剧 他那个科学魔法秀 你也跟着参与了 也算是我们运营其中的一个项目 你在这个领域目前赚了多少钱 这两个月算是干部录正轨的 就是也不算赚了很多钱 我觉得有一点没搞清楚 就是你求职的动机是什么 你刚才说你的儿童剧运营 已经步录正轨了 可能是我认为觉得它步录正轨了 你已经步录正轨了 你来这干吗 就是这算是一个全新的行业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是不赚钱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要转到哪个行业比较合适 我就先在这个行业上先摸索 可是你今天求职的 还是儿童剧运营 就是我在填表的时候 我又犹豫了一下 然后我先填了这个 如果说有其他合适的 我也是愿意去尝试的 这个我觉得说得倒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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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